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改变 就是改变 接着呢 你愿意把今天所听到的分享 给其他的人 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就是往前更大的改变 所以是乎说呀 改变就先从自己的信念开始 每一个人都是恩赐 每一个人都是贵人 有人却把它当作挫折和伤害 不如意就是嫌弃负面 其实人的生活如不如意要看 虽然表面上看啊 是从缘而来 但是谁是缘的主宰者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那师父说呀 改变自己 第一步 叫做学佛 而且要精进的学佛 把它当一回事 不可以叼咬当的 好像师父经常说 造业人的 师父说 很多人把学佛拿来当消遣 师父说呀 学佛就是学解冤解业 痛苦轮回的生命 师父说怎么来的 只要它能够转化 慢慢的变好 良性循环 重点就是在止恶行善 各位止恶行善 我先生每天看政论节目 怎么可能止恶行善 拉垮的那妹啊 问真爸爸你好了不起哦 多少年来始终如一 我真的为你赞叹 连家他们下了 那个台下 都好朋友 就是由你们这种忠实的人 成就了这些人 这个要不要共同承担 要的 你不要去到菜市场 台阶像以前我们小孩 人家没效 刚开始结婚的时候 去那个卖猪肉的猪肉 我说老板你好厉害哦 一刀下去投到底 这个叫 注杀 你也有分 所以你看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来到这个台北讲堂 也不晓得哪里 都溜烈 所以要怎么改完改了 怎样能够解怨解业呢 就是不要去智障 就没有业 就不必解业 也就没有恶性的循环 所以学佛就是学一种 彻底离苦得乐的方法 如果你不去做 你止恶行善 众善奉行 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善 你都去做 就像我正前方 这个男众师兄 你看多认真听课 你看威武雄装 我滚力疼 我们都要给他打破 我赞叹一下 这师兄很有精神 就是这样 每天哪怕一句 好话 你给人家温暖 你都功德无量 为什么 我们哪 有可能一年当中 就造三件跟四件 五件比较恶的事情 可是时时刻刻 在造业的是什么呢 口 口是分分秒秒可以造业的 所以为什么师父 他这几年一直强调 伤好伍德 口 能够成就一切的善法 口 也能够摧毁一切的功德 所以善护念口仰 是很重要的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